這個都已經到莫領了 所以它的測針比較明顯 葉子上被啃的坑坑巴巴 都是秋行軍蟲的幼蟲傑作 上週六發現青苔首例後 事隔兩天在嘉義也發現了 秋行軍蟲的幼蟲蹤跡 就是它 這是大隻的 小隻的 這是小隻的 嘉義玉米田圍起封鎖線 準備進行銷毀 要採取全區藥劑防治 由於幼蟲發育到成蟲 只需要七到十天 一旦可以繁殖飛行 將迅速擴散疫情 因此必須趕在黃金期間 殲滅幼蟲 秋行軍蟲的幼蟲 在頭部有黃色道歪紋路 身體的每個體結上 會有四個小K點 農委會宣布 每天地發現一粒通報後 會給獎金一萬元 主要是因為全台陸續出現 秋行軍蟲的蹤跡 除了苗栗 宜蘭以及嘉義 有案例確認之外 就連臺東 彰化和雲林等縣市 也有七個案例正在進行 判讀確認中 全台危機甚高 秋行軍蟲 產卵多成蟲塊 若在台灣擴散 預計每年會造成 三十六億元的農損 如果發現可疑蟲類 可以立即通報相關單位 接著那麼 蝦唯一 台北報導 柔寫